全球的亿万富翁都住在哪里呢 人数最多的前十大城市 我们都标在地图上面了 而当中的第一名呢 就是美国的纽约 在这边是有136位亿万富翁 都是住在这里 而且光是美国就有三座城市上榜 除了纽约之外呢 还有旧金山以及洛杉矶 也都是榜上有名 那么这边呢 也是有很多亿万富翁 他们聚集的地方 尤其旧金山这里 他的人数还是排名全球第三 有84个人 不过挤进全球前十名的 其实亚洲城市也很多 有哪些呢 我们来带您看到 像是香港其实人数也蛮多的 是有多达了112位的亿万富翁 就住在这里排名全球第二 其他像是北京啦 深圳啦 以及印度的孟买 也住了好多有钱人 不过整体来看 其实是受到了 无二战争以及通膨的影响 去年这个亿万富翁的人数 是2018年以来首次的下降 减少了多少呢 来大家看一下 减少了3.4%这么多 那他们的这些总财富呢 其实也下降了5.5% 等于又超过11兆美元 就直接蒸发了 好 我们仔细来看 资产减少最多的是 从事哪些行业的富豪呢 当中其实您看到了 像是零售 能源 房地产 还有医疗相关的产业 这些富豪他们的资产 是减少比较多的 不过从事航运 国防 食品 以及航空业的富翁 他们的资产就有大幅度的增加 以上的国际消息提供给您 也请您持续锁定华市新闻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